要说选秀最辉煌的时代,绝对是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 这档娱乐节目吸引了众多少男少女的追捧,也成为了她们茶余饭后交流的对象 那一届超女让李玉春、周笔畅、张亮莹等草根玄兽一夜爆红 如今三日正在娱乐圈混得丰盛水起,特别是张亮莹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张亮莹198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国流行女歌手 自2005年出道以来,以其标志性的海豚音,被媒体和歌迷意为海豚公主 其实她的歌唱功率真的是没得说,歌声优美,声音响亮 在去年11月,张亮莹与冯科在意大利举行了婚礼 婚后每次出门都是冯科推着行李走在张亮莹的身旁,表现得很绅士 从两人晒出的生活尽照可以看出,婚后两人的生活还是挺幸福的 张亮莹也算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 夫妻两人参加活动,张亮莹把头靠在老公的肩上 两人看起来就像是老姑老气一样,十分的默契 可以看出,她们的笑容都是非常真实的 恭喜张亮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人